這個如果拆除了對 台灣的我們來講是 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80年古蹟 草山派出所恐猜 這看起來 陰森森的荒廢景所 竟然是文化古蹟 而且正面臨拆除命運 這座隱墨在台北市 陽明山山林之間的 草山派出所 來頭可不小 有80年歷史 出自於協助建造早期 台灣總統府 已故日籍知名建築師 錦守勳之首 錦守勳在台時 協助建造台灣總督府 也就是現在的總統府 還有縣維中山堂的 台北工會堂 錦南路長老教會 和建工神社等多項建築 但草山所廢所後 被人遺忘多年 因土地所有權屬新北市府 地上建物卻貴警政署管轄 去年9月 新北財政局希望 北市警方清空 並歸還該地 讓第五任所長兒子感嘆 如此具有人文 歷史意義的建築 因妥善修善保存 當時這邊有 南瓜的形式 外事跟交通 雖然派出所很小 可是是武藏主權 當年的警察 還是盯在盯在盯零的時候 那那個時代 所有的大小糾紛 都是在這個派出所處理的 記者時地走坊發現 草山所 雖被雅明山國家公園官網 列為值得保存的日式建築 但周圍雜草重生 側門毀壞腿皮 對此北市警察局表示 會審討是否能夠不破壞主建築物來做移交 但是否拆除還是要看新北市府 其實如果確實沒有要用的話 那就把它清好就還給我們這樣子 那我們收到之後 我們大概就是進行規劃利用 清好的意思就是說全部上面拆除後再歸還嗎 對 雲色上是這樣子啦 台北市文化局表示 會先了解建物狀況 如有特別處 會啟動文化資產保存法程序 學者認為盡守勳設計風格多元 算是將現代建築引進台灣的推動者 建築有保存價值 東新聞台北報導 好 好 好